本赛季至今,莫里尼奥治下的曼联战技不佳,而且他与伯格巴鲁人皆知的矛盾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球队的气氛。 除此之外,莫率与管理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,在这么多不利的前提下,人们纷纷认为莫里尼奥的下课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,在对阵纽卡斯尔的比赛之前,金宝就曾发文,无论这场比赛和赛过如何,莫里尼奥都将在中日下课,但是曼联在主场打出了一场气势冲天的逆转大戏。 一时间,莫里尼奥下课的呼声仿佛也沉寂了许多,就连一直被人们认为要前往曼联接下莫里尼奥教编的奇达类,也通过经纪人发声不会前往阴朝,虽然暂时好像不会被解雇,但是莫里尼奥的帅位依旧是处于风雨飘摇中。 不过本赛季战绩不加到淘门俱乐部,并不止曼联一个,黄马,巴萨,他人都在近期遭到了多轮不升的禁地,而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消息,黄马的高层已经有换帅的想法了。 黄马近期在联赛和欧冠的表现都十分挣扎,去年的黄马虽然在联赛中并不抢眼,但是好歹有个欧冠的成绩成长,而黄马如今在欧冠中也不敌中央陆军,洛佩特吉已经没有了退路。 今年夏天,洛佩特吉在西班牙队世界杯比赛开始前,宣布直叫黄马,导致自己被西班牙队炒掉,而西班牙在世界杯上也没能走远。 顶着巨大压力来到伯纳乌,跟洛佩特吉在上任首战就输给了同舍斯迪马进,这让黄马的高层无法接受。 紧急的战绩不佳,更是让老佛也动起了坏事的心思。 在这种情况下,多家西班牙媒体报道,和黄马正在考虑更换主教练的消息,虽然洛佩特吉本人对于率领黄马走出困境充满信心,但是黄马高层可不这么想。 根据西班牙在大尔电台的消息,黄马最早有可能在下一轮对阵莱伯特的比赛前炒掉洛佩特,而西班牙零点电台则爆料,黄马最快当地时间周一,就会炒掉洛佩特吉。 如果真的被黄马解雇,洛佩特吉可真的是陪了夫人又折兵,西班牙国家对世界杯杀鱼而归。 黄马新赛季开局糟糕,而洛佩特吉本人也将再度失业,有网友戏称,公务员暴起铁饭丸跳槽的私起,结果惨遭开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